日本众议院开历史先河 通过了谴责中共人权问题的决议 明确提及中共在其统治的新疆 西藏 内蒙古 香港等地 存在侵犯自由等人权问题 并表示严重关切 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山田警告中共 虽然日本民族很温和 但并非软弱可期 一旦遭到威胁会同仇敌忾对外 所以日本人也在各个歴史上看 一旦怒惯或决定 一旦都会努力 一向同意地努力 是日本国家的封道 中国人有错的信息 日本人能力求抑制或抑制 只要有什么意思 山田红议员虽然对此决议 毕中未提及中国和人权侵犯等字样表示遗憾 但希望中共不要误判 日本会动摇对中共的立场 山田湖议员最后坦言说 虽然不易 但日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希望中共不要误判日本人对中共的人权迫害 说不的决心 不要离世界普世价值越行越远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